大家好我是游魔人 我現在所在位在華山西醫館 那今天拿到這個目的呢 是參加一年一度的Bunplasto Expo 那這活動之中呢 就有很多板袋旗下的景品 以及一番賞等等 相關的玩具非常非常多 那不過大家知道 因為昨天颱風的影響 所以整個活動延期到今天 那這一次呢 現場到底有什麼精彩的展品呢 就請跟著我的腳步一起來了解一下 那麼趙冠麗還是要先介紹Jump御三家 七龍珠火影海賊王 七龍珠全新動畫要等到十月 但經典角色全部出一輪 還是可以撐個三年 九月開抽的一番賞 Snap系列整套都超讚 A賞是悟空騎自行車 身上的服裝和自行車的細節 都刻畫得超精緻 完全把鳥山明老師插畫了醍醐味 發揮得淋漓盡致 B賞悟飯騎的是同一部自行車 C賞是小悟空戴飛行帽 這個WCF有出過 D賞藍騎騎重機 女性角色騎機車 這個如果可以出一整個系列 那就太棒了 最後賞則是小悟空站在龍頭上 這也是鳥山明老師的經典畫作之一 這一整套真的很值得收藏 二話不說直接包套就對了 出陣系列 雞牛特戰隊 這一套也是很值得收 之前一番賞有出過全套立正站好的 但最經典的還是戰隊合體的招牌姿勢 平易近人的價格也是一大賣點 出陣系列還有賽魯完全體以及胖普屋也是很值得收 另外還有人造人16號17號18號 Matchmakers對戰系列 最新推出邪念波VS悟達爾 以及克維拉VS超賽悟空 這兩隊都是出自劇場版 大概是已經出到沒什麼可出了 最後還有七龍珠超Superhero版的野獸悟飯 以及金閃閃超級長頭髮的超三悟空 這個金色真的是蠻超級的 海賊王的部分同樣先看一番賞 紀念電視動畫25周年 推出海賊王之道片 2024年10月開抽 這一套也是做的超讚 A賞魯夫食指頂草帽 這個姿勢看起來似乎平凡無奇充滿日常感 但體態和姿勢都做得非常生動 B賞是魯夫第一次開二檔的名場面 全身肌肉爆發 蒸氣沸騰 細節刻畫了超讚 C賞魯夫三檔 拳頭吹氣變超大的造型也做得很生動 D賞魯夫四檔 這個手勢大概是獅子火箭炮 最後賞則是魯夫五檔 這個超誇張的表情根本就是湯姆貓與傑利鼠 總之這一套給你滿滿的魯夫 造型力真的是非常厲害 一番賞 白鬍子海賊團 老爹和兒子們 顧名思義當然就是白鬍子海賊團的主要成員 A賞自然就是白鬍子老爹本人 最後賞則是銅模換上金屬特別色 尺寸大也是一大賣點 B賞是不死鳥馬可 C賞是令人懷念的火爵奈斯 D賞鑽石求斯 E賞花劍彼斯塔 如果想要收集更多團員的話 還有各種人形立牌和文件夾貼紙等等 可以湊齊一整套 一番賞未來島彈頭篇 這是海賊王最新篇章 故事節奏忽然加快 經典人物全員到齊 感覺好像他一路奔向結局的樣子 A賞魯夫換上未來裝看起來很潮 B賞索隆也換上了未來裝 C賞珠寶玻尼算是未來島篇 非常重要的關鍵人物 而我覺得這一套做得最有誠意的是 D賞暴形態的羅布陸基 細節刻畫的超精緻 G賞有四位小巧可愛的智天使 包括DNA來自鷹眼的S老鷹 來自大熊的S熊 來自貝吉爾的S鯊魚 以及猛死人不償命 手筆愛心的小女帝S蛇姬 最後賞也很有誠意 是A賞的魯夫 再加上貝卡帕庫博士 這也是一個意圖叫人包套的概念 其他還有各種人形立牌 橡膠杯墊貼紙毛巾什麼的一大堆 這裡就不細說了 精品的部分 King of Artists 藝術王者 吳當魯夫 整個人倒栽充 雙手抓墨鏡放閃光 造型還是蠻有趣的 這次會場中還有推出 活動限定的金屬色特別版 絕光戰警系列 爆形態羅布陸基 VS吳當魯夫的對決戰鬥場景 也是做得不錯 WCF新品 也是輪到未來島片的主要人物 小尺寸好收藏 納美的服裝好可愛 羅布陸基和五黨魯夫的對決又來一次 曹茂海賊團全員換上未來服 還是蠻有賣點的 WCF Premium 魯夫場景大全套 集結魯夫的二黨 三黨 四黨彈跳人 坦克人 蛇人 以及最新的五黨妮卡 而場景中央的SHF小魯夫 雖然是聯名 但是要另外買 全身15處可動關節 算是SHF系列首次推出的Q版造型 WCF場景組 這個系列我覺得做得超讚 在十幾公分的小型場景之中 完整重現海賊王動畫和漫畫中的經典名場面 角色的動作和表情都刻畫得栩栩如生 完全掌握到每個角色的神韵 彷彿讓人定格在原作之中 最令人感動的一瞬間 最新一套是阿拉巴斯坦篇 最后眾人和微微道別的名場面 每個人左手畫了一個叉叉 代表夥伴的印記 這個真是看一次哭一次 火影忍者 其實我已經好久沒在追了 尤其全新續篇博人傳 我連一次都沒看過 角色印象都有點模糊了 這裡就不多說 大家自己看影片吧 一番賞連結的思念 八月發售 兩代酒喇麻的波峰臭和名人 都不是A賞 而是C賞和D賞 A賞則是初代火影 牽手駐肩 B賞二代火影牽手匪肩 最後賞是與字波斑 其他小賞 只有E賞的尾獸小模型還不錯 其他我也是完全沒興趣 大家隨便看看就好 我的英雄學院 這個我也好久沒追了 動畫新翻來到第七季 前幾天看到新聞 八月初漫畫就要完結了 令人有些惋惜 雖然是近年Jump之中 少數還撐得起場面的王道之作 等全部完結之後 我要再好好補完一下 一番賞 Let you down 七月發售 整套走一個寫實風格 造型細節比景品刻畫得更精緻 尤其B賞的死柄木調 那個披風看起來跟生物一樣的感覺 第一賞和最後賞的度我被生子 動作和表情不一樣 鬼滅之刃動畫第四季 助訓練篇剛剛完結 只有二十三集的漫畫 居然可以改編成這麼多季的動畫 也是不簡單 但人氣似乎慢慢消退 相關的玩具景品也變少了 我只有追到無限列車篇 這裡就不搬門弄斧 有興趣的朋友自己看吧 我推的孩子 第二季動畫播出到第四話 以漫畫改編舞台劇為主題 故事還是非常精彩 每個禮拜我都超期待的 但新生B小挺三人組 只有油馬加奈還有戲份 露比和Memochu都暫時去休息了 Relax Time這套三人場景組 真的還不錯 擺起來拍照很好看 婚紗系列 這套其實有五位新娘 包括傳說中的偶像 血輪眼小愛 以及小愛的女兒露比 還有能甜小蘇打的天才 童星油馬加奈 以及悉尼代演技女王黑川芊 從7月到9月陸續發售 其實還有Memochu 但不知道為什麼這次沒有展出 2.5次元的誘惑 這也是最近我每個禮拜必追的動畫之一 以Cosplay為主題的後宮校園劇 每一集都有滿滿的Savis 根本就是全聯福利中心 女主角天乃李李莎 平常乍看之下是一位不起眼的高一小學妹 一換裝之後就變身成魅力四射的莉莉愛露 尺度全開可以為藝術放飛自我 而男主角的青梅竹馬 菊美花莉 平常則是人氣model 為了從小就暗戀的男主角 也可以大膽演出 接下來還有兩位後宮成員會陸續登場 四位女主角 包括JK造型和各種Cosplay 這個坑感覺也是很厲害 排球少年算是近幾年 比較少見的王道體育系漫畫 雖然動畫和漫畫都已經結束好一陣子 但今年初劇場版垃圾場的決戰 一上映就叫好又叫做 再次掀起一波熱潮 連帶也推出了一系列的玩具和周邊商品 算是打鐵趁熱來搶錢 一番賞則是紀念動畫十周年 A賞是主角日向祥陽 B賞是男二隱山飛雄 戴上皇冠看起來是蠻帥的 史神的精品系列最近幾乎是完全熄火了 一番賞牽連雪戰篇OP2 A賞黑棋一戶換上了全新斬破刀的造型 B賞阿善錦戀刺 雙王蛇尾丸 則多了一雙單身二十年的左手 C賞朽木露奇亞換上萬劫形態的白俠髮 最後賞則是殭屍黑化 然後換上滅雀師軍裝的日番谷東師郎 不知道為什麼 我總覺得這四個新造型很有霹靂布袋戲的感覺 蠟筆小新最近景品大爆發 迎接8月上檔的第31部電影 我們的恐龍日記 相關景品也是接二連三出個不停 當然還有小新Cosplay各種奇裝異服 像是小黃瓜 便便 動感超人 招牌肉屁屁也是不能少 還有尺寸又大又好玩的Soulme Man 大軟膠系列 恐龍裝小葵 鱷魚阿山 不離不離左衛門 鋼達姆機器人都超可愛 最後還有那個人生勝利組的野員廣誌 亮晶晶皮鞋 帥氣西裝 請問這是在拍什麼型男雜誌的時尚大篇嗎 Sophie Mads大軟膠系列 最近還出了一堆吉祥物 像是Sanley O的經典角色 小熊維尼 迪士尼的唐老鴨等等 還有煉巨人的波奇塔 感覺很適合抱著睡 舅舅第三部星辰遠征軍中 完全不受控的小狗一騎 之前出過咬成太郎帽子的版本 這一次則是換成咬咖啡口香糖 另外還有海賊王的喬巴和裴波 全都是可愛賣萌的迷人角色 哥吉拉新帝國 哥良好一對寶 造型看起來有點呆 如果可以推出預告片中的跑步姿勢 應該會大賣一波 Q版哥吉拉目前也出了好幾種不同版本 媽媽問為什麼一樣的要買五隻 每一隻都用斜眼看人 造型有點可愛 新帝國一番賞 這一次同樣是由酒井御師老師抄刀 A賞和最後賞的傳奇歌 主要是塗裝上的差別 最後賞藍色的熱線放射版 還是比較吸引人 其他的小賞也不錯 像是F賞的頭雕磁鐵 這一次還有一隻小摩斯拉 以及B賞的馬克杯賞的尾巴 其他還有像是橡膠收藏版 明信片 貼紙 海報插畫等等 其實我比較想要副一歌 但可惜台灣拿不到授權 遊戲王最近景品也不少 包括經常被立體化的青眼白龍 以及紅眼黑龍 造型刻畫普通 但盛在價格平易近人 另外還有貝卡斯的卡通世界牌組 青眼卡通龍和卡通惡魔 以及加一個項鍊就可以戴在身上的千年積木和千年鑰匙 最後還有戰光絕景系列的暗遊戲和黑魔導女孩 地台可以連結在一起 看起來好像正在打出手牌時的戰鬥效果 悠遊白書出完立正站好的基本款之後 這次輪到動作比較激烈的暗黑武術會篇 基本還是主角四人組 像是發動靈光波動拳的普範幽柱 不愧是主角造型蠻帥的 還有穿著健康第一特工服 使用零件的傷源 以及拿下額頭繃帶露出第三隻眼 使用邪王岩砂劍的飛影 最後還有揮舞著強威邊的華麗貴公子 妖狐藏馬 獵人一番賞紅眼的復仇 A賞是到底什麼時候才能上岸的庫拉皮卡 算是這一代的主角 B賞幻影旅團團長庫洛洛魯魯西魯 超強的魔王級角色 但一個不小心就著了庫拉皮卡的道 西賞伸縮自在的西索 也是可愛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而這一套做得最棒的 其實是低賞的窩金 一身野獸般的肌肉和毛皮紋理 都刻畫得露目三分 也是庫拉皮卡所練的另一個受害者 最後賞則是火紅眼的庫拉皮卡 換個塗裝再賣一次 其他還有些零星作品 像是轉身史萊姆 第三季動畫超弱 前十集都在走過場 好不容易等到利姆路和日向的對決 打兩下就結束了 感覺製作預算是不是不太夠 藍色監獄第一季結束之後 景品也跟著熄火 最新推出的是紫城市郎 和玉影凌王這一隊好搭檔 電巨人真的能賣的角色不超過三個 最近差不多也整個量掉了 姚依露營筆友系列 一邊露營一邊抱著我愛一條柴 是不是哪裡不太對 其他的角色我連名字都叫不出來 大家就隨便看看吧 那麼以上就是來自Bumplasto和一番賞Expo 2024年現場的簡單介紹 因為颱風影響 展期只剩精明兩天 影片上線的時候應該只剩星期一天了 現場有一些搶先上市的新品和限定品 有興趣可以衝一下 如果沒空的話 影片看完就當作逛過 那麼今天就為大家分享到這邊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